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诺厨房,我是小诺 夏天要多吃绿豆 绿豆是我们经常吃的豆类之一 它营养丰富,解熟,解毒又降脂 今天用绿豆搭配两个鸡蛋给大家分享到美食 不熬粥,不煮汤,出锅真的是太香了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碗绿豆 把它倒入大碗里 加入清水洗去表面的灰尘杂质 洗净后倒掉里面的脏水 然后再加入清水没过绿豆 把绿豆浸泡一个晚上 这是浸泡了一个晚上的绿豆 体积明显变大了 把它控水捞出 再用清水给它淘洗一遍 再控水捞出 然后倒入电盘包中 然后加入清水 水的量不要太多了 冒过绿豆即可 浸泡过的绿豆不会吸收太多的水分 盖上盖子 点击煮饭键 把绿豆煮熟 接下来再准备300克的面粉 加入3克酵母 3勺红糖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再打入两颗鸡蛋 把鸡蛋搅散 搅拌均匀后 再用250毫升的牛奶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让它显化至两倍大 接下来再准备一把葡萄干 把它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勺面粉 一勺食盐 再加入清水 把葡萄干清洗干净 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把葡萄干上面的灰尘杂质 吸附干净 刷洗干净后 控水捞出 再用清水给它多清洗两遍 把葡萄干清洗干净 洗净后控水捞出 装入碗中备用 这会儿绿豆也煮好了 打开盖子看一下 太香了 用铲子给它搅拌搅拌 然后盛入碗中 往里面再加入一勺白糖 用勺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放在一旁备用 面糊醒发好了 看一下满满的一盆 戒掉保鲜膜 用筷子给它搅拌搅拌排排气 看一下里面满满的蜂窝组织 成这样的拉丝状 然后再放上我们蒸好的绿豆 继续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模具 在里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四周也要刷上食用油 再撒上黑白芝麻点缀增香 然后把调好的面糊倒进来 用铲子再给它整理平整 沾铲子的话 铲子上面抹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面糊就不沾铲子了 整理平整后 再给它震动几下 震出里面的小气泡 再摆上洗好的葡萄干 嫌麻烦的可以撒上面 再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 然后放到蒸屉里 盖上盖子 二次醒发15分钟 15分钟后开火 大火烧开 上汽后计时蒸30分钟 时间到关火 焖5分钟再打开盖子 时间到了把它取出来 把它放到案板上 接掉保鲜膜 给它晾凉一下 不烫手的时候 再用脱模刀 再四周给它划一下 这样方便脱模 倒扣过来 脱模 这样我们的绿豆发糕就做好了 按压一下 特别的蓬松鲜软 还有绿豆的清香味 再把它切成小块 这样方便食用 做好的绿豆发糕 既可以当做主食 又可以当做零食 尝一口 鲜软香甜 还有葡萄干的酸甜味 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 自己在家做的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干净 安全 卫生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